各位同学不知道你发现了吗 校园中出现了一个充满绿一又漂亮的地方哦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那就是我们新成立的水生植物园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去听听黄老师怎么说吧 我们现在这个水生植物教材园 那里面的植物种类非常的多 那现在估计大概至少有将近70种以上的水生植物 你看这么小一块哦 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种 事实上里面藏了很多宝物 那我们这边的水生植物包含了水生植物的四大族群 就是停水性 以那个水面来说有停水性 服液性 沉水性跟漂浮性四种 我们都有一些植物可以让小朋友来这边学习 请一起观赏 这个湿地呢就可以成为这个 很多动植物生长的一个栖息地 那生长的地方 湿地就可以让一个地方的那个 生物产生多样性 然后呢它本身呢也可以有进化水质的功能 那可以让水质 大家看起来那个水 假如说没有植物的时候 它会常常是一滩很像静止的污水 但是很神奇的 你只要种了水生植物 它马上 它形成生态系之后 它慢慢的它就会让这水质 非常的 就是受到进化的功能 做到一个进化的功能 那所以 湿地呢 是在我们 这个环境中呢 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不能老是活在那个水泥丛林里 我们要有一些湿地让这个 环境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这种湿地的空间 然后来认识这个湿地里面 有什么动植物可以让我们的那个生活 那世界更美好 相信大家对于这座水生植物教材园 已经有更多的了解 也被这座水生植物园所吸引 现在就赶快去拜托你们 善解人意的老师 快快安排时间 带你们来参观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